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微波技术是研究微波信号产生、传输和变换的一门学科 它在雷达、通讯、电子对抗等诸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它具有理论性和公众性都较强的特点 课程所处的地位 微波技术是长语波方向的主干课 它的前导课包括电路基础、电池场与电池波 后续课包括微波固态电子线路、雷达、微波贴线等 这一讲我们主要讲述序论的第一部分 内容包括 一、微波的定义 二、波段的划分 三、微波的特性 首先我们看一下微波的概念及波段的划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微波这个词 到底什么是微波呢 要想了解微波的概念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微波在电池波谱中的位置 如图是电池波谱 根据波长和频率 我们可以把整个电池波谱 化成三个频率范围 大约在直流到0.1毫米的范围内 我们把这个范围内的电池波 称作无线电电波 无线电电波包括 普通无线电电波和微波 普通无线电电波又包括 音频、渗低频、低频、中频、高频、渗高频等 我们把波长从0.1毫米到0.01微米 这个范围内的电池波 称作光波 它包括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 可见光由赤、橙、黄、绿、青、蓝、纸 七色光组成 我们把波长在0.01毫米以下的 电池波称作宇宙射线 它包括伽玛射线和X射线 从电池波谱中我们可以看出 微波是处于普通无线电电波 和光波之间的频率范围 它的左邻右舍 左邻是渗高频 右邻是红外线 它的波段已经包含了部分的远红外部分 微波的定义 我们把波长从1米到0.1毫米 范围内的电池波称作微波 那么它对应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通过频率与电池波传播速度和波长的关系式 F等于C除上栏目的 其中F是电池波的频率 C是电池波传播的速度 它等于光速 栏目的是波长 把波长从1米到0.1毫米带入到公式中 我们可以求得 微波波段对应的频率范围为 300兆赫兹到3000G赫兹 下面我们看一下微波波段的划分 微波波段可以分为 分米波 厚米波 厚米波 其中分米波 它的波长范围是1米到10厘米 对应的频率是0.3到3G赫兹 波段名称成为特高频 厘米波 它的波长范围 从10厘米到1厘米 频率范围从3到30G赫兹 波段名称成为超高频 厚米波 它的频率范围是1厘米到1厘米 对应的频率范围是30到300G赫兹 频率范围成为极高频 厚毫米波 它的波长范围从1厘米到0.1厘米 对应的频率范围是300G到3000G赫兹 波段名称成为超级高频 在微波工程领域 经常可以把微波波段进行进一步的细划分 用希腊字母代表波段的代号 如这个表所示 就是微波波段的代号 及对应的频率范围 例如X波段 它对应的频率范围是8.2到12.4G赫兹 这正好是三公分波导系统的工作频率范围 也是大型紧接雷达 X波段雷达工作的频率范围 下面我们讲述一下微波的特性 第一个性指微波它的四光性 由于微波它的右舌是靠近光波波段 当微波信号遇到障碍物时 它会产生反射 它不能够穿透太厚的物体 与光类似 它可以进行直线传播 根据这一特性 我们可以研制成为微波天线 它具有方向性好 体积小的特点 这为雷达与导航通讯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特点 微波具有频率高 与普通无线电电波相比 在相同的相对带宽条件下 它的绝对带宽要高得多 所以它的信息容量大 另外 微波它不受电力层的影响 可以保证通讯质量 这为多路通讯 卫星通讯奠定了理论基础 微波的频率高 带来以下特点 一 器件上的差异 由于微波的频率高 其震荡周期 大约在10的-9次方 到10的-12次方秒 这与低频器件 电子的度约时间 一般为10的-9次方秒 属于同一个数量级 因此 微波电路中 极尖的电容 引线的电感 极辅效应和辐射效应 不能够忽视 在低频中使用的晶体管 在微波电路中 就不能够再使用了 必须使用微波器件 如实控管 左图是低频电路 我们可以直接用万用表 通过表笔在电路上 测量电压或者电流 又图是微波测量系统 它不能够使用 外用表来测量 必须通过摊针的偶合 进行电流或者电压的测量 频率高带来的第二个特点 极辅效应 明显 当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 电流降在导体表面进行集中 而导体内部不存在电流 频率越高 穿透深度越小 基辅效应越明显 导体的导电率增加 当导体温度在100度时 穿透深度与频率的关系式 为下式 其中德特为穿透深度 它与频率的均方根层反比 频率高带来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辐射效应显著 当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 导体上的电流 主要集中在导体的表面 电池波会向空间辐射 辐射的功率的大小 是与天线长度 与电池波波长的比值有关 辐射功率的数量级公式 如下式所示 其中L为天线的几何长度 λ为电池波的波长 频率高带来第四个特点 食言特性显著 微波信号频率增高 导致微波信号传输过程中 相仪特别明显 例如微波信号 频率带10G赫兹 波长为3厘米 中波信号 它的频率为0.3兆赫兹 波长为10的30方米 这两种信号 同样传输的距离为1.5厘米 它那食言或者相仪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电池波传播 一个波长距离 它的相仪为360度 我们通过换算 可以得到微波信号的相仪为 180度 非常显著 不能忽视 中波信号传输的相仪为 0.0054度 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 频率高带来第五个特点 就是绝对带宽宽 微波信号的频率宽度 是普通无线电波的 总和宽约1万倍 例如 微波信号频率为10G赫兹 中波信号频率为10兆赫兹 当相对带宽 同为10% 绝对带宽 各为多少 微波信号 微波信号绝对带宽为1G赫兹 中波信号绝对带宽为1兆赫兹 大约为1000倍 也就是说 微波信号是中波信号的绝对带宽的1000倍 微波信号的第三方面特性 就是 微波能够穿透电离层 在地球表面 以上 大约60公里到500公里范围内的大气 是处于一个电离状态 我们称作电离层 普通无线电波 照射到电离层以后 产生反射 而微波信号 通过高频震荡 能够穿透电离层 因此 微波开辟了电池波谱中的一个 通往宇宙通讯的窗口 它为卫星通讯 宇航通讯 奠定了基础 第四方面的特性 就是量子特性 微波是处于 普通无线电波 和光波之间的 无线电电波 所以 微波具有 玻璃二向性 根据量子节理论 电池辐射的能量 不是连续的 而是由一个个能量子 组成的 每个能量子 具有与频率乘正比的能量 可以按照 E等于H乘以F这个公司来计算 其中H为普朗克常数 F为频率 微波的频率很高 其量子能量 范围大约大约在10的 负5次方到10的 负2次方电子辅特 另外 微波的热效性 非常明显 当微波能量 进入到 有毫物体的内部时 高频震荡的微波系号 会使物质的分质 震荡加剧 产生剧烈摩擦 使物体升温 这就是微波加热的原理 图中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用到的 微波和它的加热原理示意图 这一讲我们主要讲述了 一 微波的概念 及波段划分 二 微波的性质 四光性 频率高 穿透电力程 和量子特性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